和南宁警察枪击抗拆村民的消息在网上传播 今天当地警方回应称 执法队伍拆除的建筑属于违法用地上的违章建筑 由于遭遇了暴力抗法 在危急情况之下 警察被迫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对不法人员进行强制驱散和抓捕 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山分局称 9月28日青秀区拆围人员 遇进入圣人湾等13栋 占地超过9000平米的违章建筑时 被聚集人员用勾刀砍 扔石块和扔点燃的汽油玻璃瓶等方式进行阻拦 随后110名民警和50名客警出动维持秩序 在这个比较危急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圈里瓦斯对不法人员的行为 进行弃散和阻止 在处则的过程中 部分不法人员持镰刀 还有燃烧瓶水泡 继续地对我们的工作人员 还有处置的警察进行投资和砍打 特警队员使用了防爆塑料枪 进行往地下打 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 我们有两名工作人员受伤 有五名不法分子也受到了伤 警方表示 在执勤民警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等非杀伤性武器有据可疑 据介绍 当天有关部门拆除违章建筑建设面积5000平方米 清理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 参与暴力抗法的五位村民不同程度受伤 并被立即送疫 清秀山公安分局表示 警初步调查取证 已经将该案立为防害公务案进行侦查 9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目前还在对其他犯罪嫌疑人 采取网上追逃等措施 新华社记者报道